到底这次的惊奇从什么时候开始 9月24号大家还记得吗 人行这个打出了组合拳 然后各种的一些政策出台 让大家觉得好像有机会 然后在9月26号 你就看到了这个中央也讲话了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 要来救市救防市 于是呢这个路股就开始了 这次的惊奇之旅 但是呢这惊奇之旅一刚刚开始 马上遇到了一个十一长假 长假当中啊 大家就心痒痒心痒痒 要不要进去要不要进去 然后呢这个放完假之后 来了一个大震荡 然后大家就吓完 想说这次又想骗我 又想割韭菜 好于是乎呢 这下子大家就心头有非常多的疑问了 到底是长真的还是长假的 路股真的会这么一路的往上走 目标在哪里 赶快来请教一下施从哥 对没错 实际上这次的路股真的展开 所谓的风流的这个行情 我们看到说 事实上从这个9月底 一直到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事实上最近短时间 居然回档 但是你看这个上证指数 或是沪深300指数 你看等于是做这个喷射机往上喷 很厉害 简单说我们如果用波段最低点 最低点是2689点 那如果以前几天 这个开盘之后的最高点来说 是3674点 你知道在短时间之内 这几天的时间点 各位你知道它涨了多少 这是大盘指数 它涨了36.6% 对 所以当然是短时间之内 当然会陷入震荡 因为真的涨得太夸张 你看这个连沪深300也是 港股都是一样 那很多个股都涨翻天 像我们跟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的 像在香港挂牌的中心 短时间这天涨了八九成 你看我们台积电虽然有涨 但是你看人家涨了八九成之多 所以你看他们任何股票 不论大小都变成是腰股的一个状况 这是以这个东方财富 你看业绩其实很普通 你看一口气一两天都涨了两三倍 三四倍都这样涨 东方财富是做什么的 它其实是一个财富公司 但你看它股价公司马上就往上涨 你看一天就涨 从10.37块涨到29块 这种比比皆是 我真的如果在低点买 我财富翻倍 对啊 所以很多中国大陆民众这一次是 他们这一次说了 很多人以前没有开户的都来开户 像什么人来开户呢 包括说很多年轻人就来开户 有什么和尚尼谷都不奇怪 对 之前有看过和尚尼谷 都有来这个炒股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你知道他们这个 我们就讲这个东方财富 其实它是一个小公司 那我们就我们讲 它不止股价大涨 它的成交量居然高达900亿人民币 它创了这个中国大陆的 中国石油在2007年 高挂了这个所谓单日成交量的记录 一天成交900亿人民币 好惊人喔 你乘以5的话是4500亿台币 哇塞 我们一天的成交量所有东方加起来 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一个 不算是大公司 它居然成交这么多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中国大陆真的热得相当的这个 而且听说他们热到在满街 大街小巷 搭在什么树下 乘梁都在聊股票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张照片 这在上海的广东路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广东路 如果你有去过的话 它其实以前 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初期的时候 它当时那边有非常多的耗子 所以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很多 老一辈的人会去那边看盘的 对 如果你有看过繁华 其实它这个发生的地点 都是在这附近 那这个广州街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们过去有一个叫做 街头的这个古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有很多 阿公阿嬷 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会聚集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那边聊天 谈话这样子 他们可能就几个人聚在一起 这个股票是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有点类似我们早年 在南京东路上面后面很多 这种餐厅 大家都聚在那边吃饭聊 然后聊股票 对对 一样的意思 然后要听隔壁桌 在买什么 对 他们也是一样 吃完饭之后 大家就在街头上面 大家互相聊聊 然后互相 分享一下资讯 对对 分享资讯 或是有些人要套股票给你 或是怎样 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聚集的这个地方 就没想到现在又开始出现 大家就开始了 那甚至很多人就说了 他们目前为止 很多地方就 他们比如有些人 本来会白天会去唱歌的 会去干嘛都不去 而且过去这种街头古巴 都是比较年纪大的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在那个地方 这看起来都年轻人 对 没错 那你知道 现在热到什么程度 有医院就说 我们现在整个医院 全部的大家都在滑手机 根本没有人在 然后有学生 在图书馆里面 他根本就是 没有在看书 他也在看这个股票 大家都在看股票 这都有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种过热的迹象 我觉得大家在 过热的时候 你可能要冷静冷静 但是过热 到底有没有政策支持吗 如果大家政策持续 支持一指向 那就没问题 当然是有政策支持 刚才智玉不是提到 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出来 而且他们目前为止 来说 又有更多的激励政策出来 包括说像昨天宣布的 他叫做证券基金 保险的互换便利 那约莫有5000亿人民币 的这个规模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证券基金 跟保险 你这些公司 你持有包括说 像ETF股票之类的东西 过去可能流动性很差的 你可以跟央行说 我要把它换成流动性 比较好的 譬如说国债 或是什么之类产品 那你可以把这个国债产品 你可以拿到市场窗去卖 也就是说 你跟央行换钱的意思 那换钱换回来之后 你可以把那些流动性不好的 抵押在央行之后 你可以再去买股票 那就是央行变相的支持 你去买股票 没错 等于是说 让你把那些 你过去可能烂的 你赔很多了 不想卖的 你就把它抵押给央行之后 然后央行给你流动性之后 你再去买股票 所以等于是 你有5000亿规模 就是把活水再注进 对 没错 所以你看这个规模 当然越来越多 然后10月12号 又有一个加大什么 财政政策逆调节的力道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要松绑货币政策 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次等于是 大陆的央行 然后国家的发改委 还有财政部 三个单位齐聚 做力多 所以这样力多下去 我觉得短线真的涨很多 但是我觉得回档之后 应该还有行情可以期待 还有继续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 热钱开始往挪动 比如说外资 过去可能在印度 他现在就开始往中国大陆跑 你看全球基金就卖了 大概1450亿 在印度这个地方 那当然因为高盛 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不看好中国大陆的股市 他现在说 还有再涨20%的可能性 再涨20% 对 那大摩说短线过热 但是下坡还可以涨12% 所以我觉得像陆港股 相关的ETF 还有中概股 事实上是还可以留意的 不过当然还是有人会唱 会这个泼冷水 这个是罗企 罗企他以前都是看多中国的 但是他大概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2016之后 他开始转向 转向之后比较偏向看空中国股市的 但是他这一次就说 这是他这个最强的这个猛要 那金融的措施呢 让人家印象深刻 但是呢 其实我们必须说 他这一次最主要要救的 并不是股市 他要救是房市 但是呢 目前为止呢 房地产的反应呢 似乎是没有怎么样 所以人家认为说 其实当然股市会造成所谓财富效果 或许他是想接这个财富效果 然后再去支持房市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希望房市能够起来 如果房市没有能够起来的话 中国当然起不来 这个股市就不会走了那么多啦 但反过来如果股市能 如果房地产能够真的从谷底回升 那这种牛市可能就会走了比较远一点 那宋哥我问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逻辑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定义说 在中国的房市还没有起死回升之前 中国的股市都会持续涨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一定会一直不断的放利多 因为他要支持因为他要从股市 然后再去支撑房市 对对对 没错